因为你已经花钱 可以使用这些大器的 好 那当然了 当然 如果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自己觉得说 这个图我想要换成 跟科技有关系的 或跟技术有关系的图片 在PowerPoint 它提供一个很棒棒的功能 请问一下这张图的大小有没有意义 这个图你会说 要不要把它放到这么大 不要 这样了解 它其实那个版型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现在赶快先环游回来 然后我不动它的架构 那个图多大 我就维持多大 不要随便乱改 可是我想要换图片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直接换图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请点选这张图片 它里面有一个叫变更图片 变更图片 然后建议各位 是在那个Ding里面做搜寻 各位应该知道Google的搜寻 那这是微软的搜寻 微软的搜寻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改成科技 所以我这边我就输入科技 要跟着一起做一下换图 换图就是别人的那个版本 模型我不改 可是图片我可以改 例如说我明天就是在介绍中华电信公司 那我当然要放中华电信的logo 或者是中华电信的slogan 对不对 你要学会换这些 好 然后搜寻一下 例如说我觉得我想换成这一张 我想换成这一张图片 请注意一件事 然后特别教的是这个 顶线Creative Comments 如果你不勾它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漂亮的图案 你看第一张图漂亮 漂亮吧 对不对 可不可以用 不行用 那老师我看不出来哪里能用 哪里不能用 对不对 我也看不出来 可是我只要勾了这一个 只要是在这个地方的图 我是可以用的 可以吗 你有没有发现 不勾它的时候 它出现好多 你都会觉得很炫的 那种科技的图案 对不对 可是这些图案 能不能随便用吗 不可以 不可以 那如果说 什么是可以用的 就是那个Creative Comments 所以你可能要了解 什么叫Creative Comments Creative Comments的概念是 我创作 你使用 可是你使用 你拿去用 你必须要告诉别人说 原创者是我 可以了解 听得懂我现在在说什么 就好像说 以前孔子不是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希望说把他的什么雨衣 什么牛车 让其他人来去使用 对不对 好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用 可是你必须要告诉别人说 这个马车是谁的 这个雨衣是谁的 听得懂吗 他只要做这个简单的要求 为什么 他要让自己的知名度起来 可是在很有知名度的时候 他就免费的让大家来去使用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Creative Comments 可以了解 大概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所以尽可能的不要用那种 就是没有Creative Comments的图片 你看这边是不是很多 可是当你一打勾的时候 这些图片都不见了 好勾选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卷轴拉下来 再去找找看 还有没有更酷炫 跟科技有关系的 好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换这张图片 插入 可以吗 有没有感觉 那个就是那个封面 更贴切你的主题了